這邊有寫彩虹腹部吐司 是火龍果 蝶豆花 巧達起司 紫高麗 哈囉各位久違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Vlog 我已經很久沒講這個開場了 今天呢我來到就是大稻埕這裡 大稻埕這裡呢最近有一個東西 我想來拍一陣子了 只是我一直沒空來 那這東西其實也不是最近的事情 好像來放幾個月有了吧 就是你們這幫信義區有一個貨櫃市集 那他們說大稻埕在這邊也有一個貨櫃市集 那貨櫃市集呢 就在後面 那我不知道是有什麼誤會啦 我在照片裡面看到的貨櫃市集 是非常的大 但是這邊實際上 欸 man小一區的 我在退廊一點給你們看 就知道這區其實小小的 真的沒有很大 特別跑到這邊來呢 我當然不可能自己一個人來 有一個人 已經好一陣子沒出現在我的Vlog裡面了 久到甚至連觀眾都問說 為什麼已經很久沒看到了 就是 登登 因為我討厭你們啊 你們都不去訂閱我的頻道 哼 不好意思 好不容易 你這樣子 好不容易 很久沒跟你拍了 你這樣 觀眾會一秒dislike 反正是你的影片我有差你 不是dislike我的影片 再去推定你的頻道 這樣子我們會怕 沒關係啊 反正我今年不想吃萬 不是不是不是 你可以這樣 那今天來帶Neko 就是 第一次來這邊吃東西 看看這邊有什麼好吃的 二次 我今天有一個 原本還蠻有信心的 但是來看到現場之後 我突然覺得難度有一點高的挑戰 我們先吃個東西 我再跟你們講是什麼挑戰 因為我們晚餐都還沒有吃 而且我要吃藥 你還要吃藥 對阿 是飯後要吃藥 對阿 我們現在都正直感冒中 所以先看這邊有什麼好吃的 點了彩虹瀑布吐司吧 對 你看過了嗎 我看 我在新聞上看到這東西 第一次看到屍體 喔 對 這邊有寫彩虹瀑布吐司 是火龍果 蝶豆花 巧達起司 紫高麗 哇 欸等一下你可以吃吃看 能不能拉出像那個畫面嗎 那如果拉不出來怎麼辦 就 就 不是 我的封面需要它 那我意思喔 不要脫 那我意思喔 你很兇 晚餐 這個是我的 呃 我點的是 花生 鮪魚吐司 然後飲料是 然後飲料是 抱歉這個才是我的飲料 鮮果 綠茶 對 然後你的飲料是 奶茶 那你點的就是 剛剛那個很兇猛的 三色 欸 是彩虹起司 吐司 就是彩虹起司吐司啊 然後這邊的店員他非常好心 剛剛他有講說 稍微等放涼了一點之後再把它打開 因為這樣子 吐司才會有那個 砍溪的樣子 不然現在打開 他就會像水龍頭 把水倒出來一樣 哗啦哗啦 全部都流完了 お願いします 謝謝 謝謝 今天的封面 就靠你了 不是啊 那你這樣是不是應該請我吃飯 我還多幫你付20塊 謝謝 下次我請 來喔 喔 不是啊 平一點 哎呀 有顏色的地方都被紙蓋住了啦 好好好 好好好 有顏色 可以可以可以 我剛剛嘗試拍了封面 但可能失敗了 好吃嗎 就是起司 不會有 他剛剛所講 有很多的 顏色 是不同的味道 吃不出來 中間那個黃的啊 是很濃的巧達的味道 但是另外旁邊那三個 感覺不出來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嗯 所以這個 多色 目前眼睛看上去有 一二三四個 四個顏色 那總歸來說 我覺得還行嗎 有點貴 90塊 味道還行嗎 味道對不起他的加分 有一點 當然炫炮可能有加分 但是現在太晚了 所以也看不出來他的炫炮 就是買一個Instagram的照片 喔 救命 黃 紫色跟藍色的部分 可是 完全碰不到耶 有 有 有 紫色的有 什麼水果的味道 感覺 嗯 因為紫色的那一邊 你吃下去會有酸酸的感覺 紫高麗 你會聞到那個水果的味道 紫色的有 但是大部分都會被黃色的味道蘸過去 黃色的真的是太出風口了 我覺得還行啊 還算 就是還行 可是90塊有一點貴這樣 嗯 味道還可以不至於難吃 嗯 我承認不至於難吃 我覺得很重要的重點是 有時候你出來煮一些很炫炮的東西 大部分的肉 你都不能抱太高的期望 它只要不難吃 就可喜可賀了 是不是 對 那我再來吃自己的那個 花生鮪魚 好像60塊吧 嗯 這個算是比較便宜的 Neko的那個要90塊 各位聽我說 花生鮪魚 就 完全 OK 就是 因為它只有60 這個只有60塊 然後 你仔細看 它很大 我怕我臉旁邊 這個三明治真的算滿大的 我估計我只吃了下一半而已 就飽了 然後味道 OK 基本上我愛花生醬加什麼都行 你就跟 只要有番茄跟鳳梨加在一起就無敵 那所以花生醬加鳳梨 你應該會很愛嗎 愛 美式漢堡會有花生醬 欸 又有鳳梨啊 你忘了嗎 好噁喔 就是有牛肉 牛肉 大番茄 就是什麼牛切 牛番茄 牛肉 大番茄 花生醬 鳳梨 美乃滋 漢堡 喔 可是現在要少吃 因為我在減肥 好噁喔 那我吃欸 你幹嘛 哪有鳳梨就是不應該存在在那個 你對鳳梨有什麼意見 鳳梨就是不應該存在在任何鮮食裡面 它很甜食 我都要考慮一下 夏威夷寶寶很棒 喜歡夏威夷寶寶寶跟我留言一下 它原本這麼大 我吃到剩這個樣子 差不多 所以 所以 現在飽到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六十塊可以啦 九十塊你們想拍拍照發發IG也可以啦 再來呢 今天有第二個事情 就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在看 Peter Markkiney的影片 他最近發了一支影片 叫做 B-Roll Challenge 如果你喜歡影片 你喜歡YouTube 你喜歡影片 你喜歡影片 你喜歡B-Roll 今天 我們在做B-Roll Challenge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所理解的B-Roll到底是什麼 這個名詞在最近有很多創作者會用 那基本上呢 我把這個東西當作是一個過場 就是銜接今天影片重點部分 中間的所有的過場畫面 我都叫做B-Roll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要講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在場景A 跟場景B 中間 你從場景A轉換到場景B 中間所有帶的這個畫面 反正就只是為了讓你A 銜接到B 這邊中間一個過場的緩衝 我都簡稱這個東西叫做B-Roll 所以我就想說 今天剛好來這邊 有個貨櫃市集 應該還算蠻漂亮的 來這邊試試看 我能不能 拍出 好看的B-Roll By the way 現在我覺得B-Roll拍得非常好 我的 鏡場的B-Roll真的很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險我沒有邀請他 因為我的臉可能會很重 所以 我剛剛一進來 我就沒有特別講 這邊長怎樣 因為我打算用B-Roll帶畫面給你們看 我們就直接 開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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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些畫面 就是我剛剛嘗試在裡面拍的一些畫面 我先跟你們講 你們如果想來這邊的話 這裡真的沒有想象多這麼大 就是 小小一區 我之前看 一些照片文章 來我以為這裡很大 然後B-Roll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到現在還在 嘗試練習 就是你要拍得好看 要拍整個順暢流暢 其實要花很多時間在讀這 啊 順便一個小提示 有很多人會問說 有一種過長 像我去爬山的時候的幾公尺幾公尺那個過長 馬上看到一千三百公尺 這其實還蠻簡單的 假如說你手上拿著攝影機 假如說我要拍這個 我就會這樣到這裡 再拍走 然後連續幾次 再把這幾個母帶把它銜接在一起 就大概是那個畫面 那用的順不順手 你可能多練習幾次就會了 好不好 那你們剛剛看完那個Vlog 覺得怎麼樣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其實我到此時此刻 我還不曉得 到底拍出來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們有在拍影片的話 也可以嘗試看看 這其實很好玩的 而且拍得好的話 對你的影片的品質加分非常的多 Neko就非常喜歡漂亮的Vlog 可是用太多 我看了會暈眩 所以其實我很討厭別人用Vlog 用這種手法太多 對就是這種 我大概只要三次就暈了 不要用太多 用少一點好不好 好啦各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個禮拜週末 我們會開始去日本 我有在計畫在日本要拍些什麼 可能跟以往的Vlog 會有點不太一樣 到時候再期待看看 他好像也有要拍 對啊 我會拍我花多少錢 對 所以 這個時候我就要學橘橘寫講話了 就是在這邊呢 畫面上的這個地方呢 會有兩個圈圈 是訂閱頻道的 就是按下 可以去訂閱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框框 就是我以前的Vlog 點進去 去看一下其他的Vlog吧 那今天就這樣 特別一點 這邊結束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還有一天 五五次 試用 九重 五次 十分 五次 五次 六次 五次 五次 五次